里面的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世阿凡达 我今天想要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分享 我的切身经历 为什么大师讲的僧侣 出家的他的僧侣团的僧侣才是 这条路才是要做到真物圆满的最快的途径 雖然我这个加纱穿的时间还不长 但是确实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体验 在这就跟大家讲我这两天遇到的一些事情 和一些感受 就是当我穿上加纱之后呢 真的是觉得这个磁场非常的不一样 真的是大师的能量在这个体内 就是在我的体内流淌 真的能感觉到大师是在我身边的 然后呢 就我突然觉得就是跳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为什么我刚才说话或者是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现在说话不是我 不是之前的我 我现在的那个状态不是之前的我 就是我突然觉得自己 比如说之前的缺陷是 就是容易不耐烦的 或者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就是容易 有情绪的这些时候呢 我就突然就是觉得穿了加纱之后 心情变得比较平顺的 然后就是很多时候是强有力的认知 直接就有 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些很强 因为是刚穿加纱 所以就有很明显的对比 然后这些时候我就是真的能感觉到是很不同的 然后呢 在一个时刻也也问过第三只眼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就全身都是充满被爱的感受 然后就知道是大师在通过加纱呢 就是在我的身体内流淌着大师的圆满的能量 真的是大师是无时无刻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然后大师就是我们现在呢 穿了加纱就是大师的延伸这样 真的是这种感觉 非常强烈的这两天觉得自己是有个新生的状态 因为脑子变得很空啊 就是之前的自己好像这两天突然就是变了一个人 真的是这样 就是然后这个感受呢 今天也有一个现实的一个解释 虽然呢我跟其他的出过家的 就出家的这些僧侣跟他们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都说这是事实 大师呢会在我们穿上加纱的这一刻以后呢 非常的全力的帮我们圆满证物 也就是说他在无时无刻的不在我们身上显化 然后在帮我们提升自己 提高自己的意识觉醒度 然后就有很多事件的发生的其实是都是他在背后安排这样 然后今天呢在做在这个我们我在翻译一个课程 然后我们在课程做圆满的时候呢 我也在顺道自己也就跟着这个学员一起做圆满了 我就觉得有时间吧 然后我就把我之前的就是不圆满的事情 我有记忆的不圆满的事情拿出来圆满 非常神奇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这个是我预料之外的 我当我跟大家讲过不圆满的方法就是relieve to relieve 你要重新经历去去释放 然后当我重新经历这个事件的时候的 我的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在跟我说 你还要做这个圆满干嘛你已经没有业力了 就你这个业力已经消了 然后我瞬间当下就一想起来师傅说的是 他在一个开始中讲了 就是我们在穿加沙甚至是有出家的这一刻的时候呢 我们这一世带来的这个业力呢 就是我们的就是root pattern就消失了 就被它消掉了 然后呢我们在显化的这个业力呢 都其实是往事的业力 也就是说大师说从穿加沙之后呢 我们对往事的记忆会出现 然后我真的是在过我幼年那个事件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在跟我说 你还做这个圆满干嘛 它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是它已经消了 然后我当下就哇 就在明白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在又跟自己说那我要跟谁做圆满呢 然后我就往事有很多记忆 历历在目就开始出现 这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段时间 就是我可能打坐可能有15分钟时间吧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往生和身体上很强烈的一些就是反应这样的 我觉得当时这个状态是我从来没想过会经历的 真的是很神奇 这是重生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证据 真的是重生 就是我们这一世的业力 就是大师已经给我们消过了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昨天很神奇的一件 两件事情吧 就是重生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我昨天 其实我们这一次拿袈裟的有很多是孩子 就是大师的 他那个大师的学校 孩子穿那个Brahma Chari的袈裟 然后成年的呢 女性的僧侣是我和另外一个姐妹 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们呢 其实就是这个上衣呢 其实是要去量身定做的 然后呢 我就到我们的housekeeper 我们的管家那儿呢 就去问他有就是瑜伽服务 然后就顺便聊到了这个应该怎么做这样 然后他说 我正好有两件呢 是新的 然后呢 因为别人做了就是穿的不合适的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件事情真是太神奇了 真的是显化 然后就他拿出来两件 一件一件好大一件好小 因为跟我一块出家 那个姐妹 她是比我身材要大的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小号 这个我就试了一下 因为我之前是做健身的 我的那个背部肌肉非常的 比一般身材要大 所以我一般那个穿这种上衣的时候 印度这个服装 沙里 它是要量身定做 就是一般情况他们量完之后 都会这个地方不合适 都会重新要做一次 再做一次这样 结果非常神奇的 这个上衣就像是对我量身定做 就所有地方合适的程度 真的是到令我发指 令人发指的程度 就我跟那个housekeeper 我跟他管家讲 他都不能相信 他跟我说呢 因为他跟这个人定做这个上衣的时候 那个人回来的反馈是 这个尺寸全部错误 就是已经错到 他都觉得这是给我做的嘛 然后呢 他就说这个是非常神奇 这真的是大师在给我 送我一件上衣 就是这样的 就是定做的那个人 完全不合适 所有的大小都错 然后我全部都能用 真的是就是一个收图的这样 我就觉得他是在给我一个礼物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那件大一点的这个上衣呢 就是适合我那个姐妹穿 就是我们俩每一个人得到大一 大师一件那个礼物这样 这种神奇的事情 我觉得在生活中 是没办法想象会发生的 也就是在这种地方会发生 能量场极强 大师给我们礼物这样 然后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 跟我身边的人讲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笑 就觉得啊 很祝福我们这样 那 从昨天到现在呢 就是还是在这个新的生活状态的一个 适应阶段 然后呢 还会有一些 我就是对未来的发生呢 觉得非常的期待 我非常的期待 就是我的人生 有更多 类似这样的 就是有趣的事情发生 包括昨天晚上的 我突然发现 就是我那个点话之后 那天晚上哈 我有一个iPad 它突然就坏掉了 我知道这个是大师的行为 因为呢 就是我 就是我当我发现我iPad 就是在我点话那天晚上就坏掉了 我 其实我当时就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iPad 就是一个attachment 就是我对一个这个物质的一个追求吧 就是一种奢侈心理 因为呢 我知道我身边的人 就是我们寺庙给的这个 就是发的这个iPad 没有我的这个 就是看起来牌子好 然后其实就是心里的有一种 特别服务 这种虚荣心吧 然后再作怪 然后大师就直接让这个iPad消失了 然后我当时就像 我就觉得 哇 我的人生真的开启一站新的大门 大师已经在我身上显化 在帮我走向圆满 走向真物这条路 然后呢 我知道这样的 事情还会发生 其实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都觉得非常的感激大师 就是他真的是 这个大师讲的印度教 是真物的科学 为什么呢 他没有一个就是 全人类都能用的 在这个角度上的一个 manual 就是standard 就是一个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因为他真的是师徒关系 师徒关系 是印度教所讲的 圆满的科学 因为只有大师是根据你的个体的特征 特性 特点 来对你量身定做 你圆满真物的这条路 所以就是非常期待 今后还会跟大师 更多这些方面的体验 以及 看他在我身上做手术的这些显化 这样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能登 一下来 对 这